好 这台北市有一名窃贼 大家形容说他就像电影里头的小马哥一样 就是因为长相太过有特征了 所以呢 这一回他利用公司航号下班的时候 破坏门锁入侵刑窃 结果呢 被一位返回公司的员工发现 当场活歹 报警处理 身穿黑色大衣 头戴黑帽的男子 身情慌张的跑出去 后面冲出一名男子 一把将他抓住 原来他是专偷办公大楼的窃贼 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 这名窃贼神似电影里周论发的小马哥 留着小胡子 犯案时都穿风衣 戴鸭蛇帽 当他下手刑窃时 被员工带个正着 他本身就没有正当职业 都是以刑窃为他为生 所以他这个变称说他是要交所得税 这个可能是他胡周 大批警方来到现场 一举将他逮捕 从他身上起出大批的作案工具 警方深入调查 发现他是专邀公司航号的官犯 他所刑窃的公司航号 那当然就是他责定地点之后来下手刑窃 并没有限定在什么区域 在本侠的部分就 我们已经顺利侦破三件了 警方表示 出现因为基欠所得税与缺钱花用 又找不到工作才会犯案 得手的金氏物品全都已经变卖 花光殆尽 枉费他长得这么像赌神小马哥 却没有赌神那样的好运气 谢谢大家